没有 因为那个是网络上的东西 跟现实不能比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是互爱互助的 这个确实没有边界 对吧 反倒是他 我觉得他做得很过分 他怎么了 因为我们都在酒吧上班嘛 那一天他提前去酒吧跟他朋友一起玩 结果玩着玩着 我觉得超出了我心里的限度了 干嘛了 他去跟他朋友一起玩撕纸条 啥叫撕纸条 就是一个人把纸条放在嘴巴上 然后另外一个人去把他嘴上的纸条撕下来 我作为他的男朋友我会觉得很过分 我是陪你去上班 所以我才会去的 但是我到得早了 我朋友在那边我就和他们一起玩 而且我自己有分寸 那个是我根本就碰不到别人的 所以我才会去玩呢 和你那个不一样 性质都不一样 反正我就觉得在我心里面 这已经超出我的底线了 行 就是你们互相下探对方的底线 嘴里面要说你超越了我的底线 但是其实还没有分开 就这么回事嘛 对不对 你要说真超越底线 你翻身就走啊 你也没有啊 他那么多猪多的不对 你也翻身就走啊 也没有啊 你们不还在一起吗 行 还有什么 今天把话都说开了 还有啥 他在家里面的时候 吃饭让我给他剥虾 你给他剥吗 我给他剥一碗 然后他在家里打游戏 就一摊 整个人摊在沙发上面 打游戏什么事情 他都不会管的 还有就是 有一次我跟他出去买东西 买了很多 那我想着你帮忙分担我 一起提一下吧 我提了很大很大一个袋子 他在后面拿了两瓶子 跟我说他帮我了 我真的和他在一起 我感觉我不是他的女朋友 我是他的妈妈 真的很过分 因为本来我在家里面 我爸妈也就是这样 什么事情都给我弄好了 我也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而且我跟你出来以后 我也有改变啊 我又不是说 就是天天让你做 我也有慢慢去改啊 我问一下 我假设一下 给你们出一个题啊 就如果你们俩出去 都就是坐地铁的话 或者坐公交车 这车上只有一个位子 谁坐 他坐 是真实发生过 还是你本能就让座位给他 我要是一屁股坐下来了 那他肯定回去会跟我说 你怎么不让着我一点呀 你不是年纪比我大吗 我比他大五岁 哎呀姑娘这恋爱 谈得挺有意思啊 那你就是他妈呗 对吧 刚才男生已经 这揭示了答案 我觉得其实 你不是说了吗 在我们家也是我爸 我妈干嘛 但是 但是我有照顾到他呀 哦 你怎么照顾的 我们听听 你像他平常 他的脾气就是一点就炸的那种 上次因为一个 查手机的事情跟我吵架 吵完以后 直接甩头提着行李就出去了 一周没回来 而且我打电话 打视频什么都不接 手机里查出了什么呀 就是他想查我手机 但是我不让他查 我觉得 这是侵犯我隐私的问题 那你没什么东西 你心虚什么 你让我看一眼不行吗 我还不是不放心你 天天跟那群女的 私混在一起 哪一次带上我了呀 我只是说你脾气 能不能稍微小一点 你说你出去一会儿回来 我可以理解 你出去一周 我打电话 发消息你都不接 就弄得很闹人心 女生有点脾气怎么了呀 而且我出去 只是因为当时 我想看你手机 你不让我看 你还要凶我 那我肯定很生气 我想让我们两个 都冷静一下 你知道吗 主持人 上一次 就是他说他要冷静 结果我哄了两天 没哄好 终于哄好了以后 我们一起去看一个电影 看到一半 他又开始给我翻旧账 我就是想到 他跟别的女生一起出去 还搭着人家间啊 这种事情啊 我想想就心里不舒服 我就想提醒他一下 也没想怎么样 但是后面他就是跟我说 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子 然后跟我说很多很多 我就感觉他很烦 他很在意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俩就吵起来了